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譚玉英 我是白冰 我是Charlie 我是譚玉英 今集開始是否有些事先說一下 是呀 我們收到這個線報 甚麼線報 說很多讀者DM我們 沒有人DM我 我也沒有 IG DM我 就是IG DM Charlie 我剛才第一個馬上問Charlie 是兒子 100%是兒子 也沒有媽媽跟你分享一下 沒有啊 爸爸 可能是一個小朋友 可能是吧 但這麼巧合 都是兒子 都是兒子 那是分享些甚麼呢 沒有人發抵抗的 沒有 我應該不會吸引到這些東西 不要先看自己 這集一出門 你馬上收到 不要 原來是寵了我的聲音 都是問問我的育兒 例如 怎樣 可以分享一下三歲的小朋友 他們有自由意志之後 就開始有甚麼趣事 也有學術性的 很奇怪 很少甚麼 很少其他東西 真的沒有 那是好事 不是好事 而且你先生會看 我先生 你IG sorry 他剛好那集我想看 然後剛好我們一起吃飯 誰知他自己也看了 其他他也不會看的 也不錯 之後就講一下 今天本身的主題是講這個 就是分享 因為很多時候 不同的大人也好 都會跟小朋友說 你會不會分享你的玩具給我玩 前一次就是分享是美德 那你就幫人訓練兒子 或者自己的兒子 你要懂得分享 這是好事 其實近年都已經是 開始是 推推的 這個說法 直接這樣說的人 會被人吵架 回來老婆 這樣 有的嗎 去到這麼極端的嗎 只要這些放上網 就會有這些極端留言 而這些極端留言 通常都是我流的 就是這樣 謝謝你 所以就 大家怎麼看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呢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恐龍楊尼這個故事 但我小時候已經很不喜歡這個故事 我覺得很不合聲 譬如說 如果我 喜歡 我要我給別人 但是那樣東西 別人不喜歡 就好像 勉強逼別人接受 那如果別人喜歡呢 如果別人喜歡就會 就是 好像 如果別人喜歡就OK 但如果別人不喜歡 就變成自己一廂情願 這樣 嗯 這樣 嗯 以前小時候已經不喜歡 那如果你很喜歡這隻狗 別人都很喜歡這隻狗 然後他叫你養給他呢 那你自己會找到方法怎樣養 大家一起吃 可能切一半 然後一半給他 一半給他多一點 這次這個農場文 其實也不是一個農場文 不過可能被人轉載過 那就是有個網絡熱話 就是 小朋友被人叫他養一隻 歌斯拉給別人 那竟然 不是 歌斯拉是說 早前台灣有一宗 就是家裡的老公 很喜歡收藏歌斯拉 然後就不知道媽媽的朋友 有個兒子 類似的 總之有個小朋友 看到就很容易 然後他老婆就把他的歌斯拉 就送給孩子 然後那個老公就離家出酒 離婚 對 很大件事 然後就引生這個 然後就寫以下這篇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那篇 我之前有看過那些類似 不過就不是說男人的模型 給了一個親戚的小朋友 是的 就是 有些媽媽 就是會跟別人的小朋友說 或者一個親戚跟別人的小朋友說 就是說 阿姨也很喜歡這個公仔 你會不會送給我 但是其實那個小朋友 是很喜歡這個公仔 然後他就會硬跟那個小朋友 你要分享給別人 就是這樣壓下去 那個小朋友可能心不甘情不怨 就給了這件玩具 其實他是醫不想要 他為什麼貪口響 就是 當年我見過這些 當然都是 編文主要都是 吵咬那個親戚的 你為什麼吵咬小朋友 這些是多久之前的文章 一兩年左右 近一兩年 因為我早陣子都是我阿姨試過 類似這些東西 然後被我剷了 那個阿姨 就是我阿姨 是的 他不記得跟我兒子說什麼 就是聊天 很久沒見過聊天 然後我兒子可能在做事 你知道小朋友有時候 就算他不是在做事 你叫他 他也不一定會回應你 你知道小朋友要回應人 爸媽也不一定回應你 他可能在做事的時候 他根本都聽不到 或者聽到在做事 他就不理睬你 然後他就這樣叫他 沒有回應他 然後我阿姨可能想跟他講話 就是你為什麼不叫我 你為什麼不叫我 你知道很多長輩都喜歡 第一時間見過小朋友 你叫我先 是的 我是誰 然後你為什麼不叫我 你為什麼不叫我 然後我覺得我阿姨好像生氣了 然後她說 他說什麼 我忘記了正確的文章 但是類似 就是你也不乖 然後就走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我兒子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原因 好像拆開了 還是什麼 然後就 突然放下玩具 然後就追著我阿姨 就說你才不乖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然後兩個真的好像鬧起來 是的 然後 本來初頭我都不出聲 一開始通常他們的對話 我都當給小朋友應對一下 有人跟她說話 你應不應也好 你自己給反應 然後到那一刻 我就忍不住出聲 我說 我說你幾歲 跟小朋友吵架 沒事吧 你沒事吧 是吧 沒事吧 然後我說 你為什麼要不斷重複跟她說 你也不叫我 你也不叫我 你阿姨也變了小朋友 我不知道 我覺得類似 好像剛才那個故事 你知道這些都經常聽 有些人看她玩 不知道為什麼不斷問 在吃東西也是 可以請我吃嗎 可以送給我玩嗎 這些是很喜歡說的 我就是從來不會說這些說話 小朋友多喜歡吃東西 就有她吃 為什麼好好的要問她 拿 你拿去碗裡的東西 其實都不容易 你不要先說一個 不是常見的親戚 就算父母 你要她喜歡吃東西當中 你要在她手上拿到的話 其實都不一定是純粹問她 你要問她 對 你一定要問她 其實問是 我自己覺得是沒什麼用的 他覺得不想給就不給 他覺得那件事是我的 而且你要承認 那個小朋友是有權去說不 你不可以問完這件事 你就要責任她 我現在是教你養 你一定要懂禮養 那樣 我不會買這件事 我會覺得她們有時候 因為有些人就很喜歡 不知道 總有那種權力也好 我用背份壓下去也好 總會有這些 就是彰顯一下自己的背份 自己的大人有權 對 然後我覺得很錯的那個位置是什麼 就是 不是說那小朋友不讓給你 是沒有禮貌 譬如你坐巴士 你坐地鐵 有老人家你讓給他 是因為你出於你對他的關愛 所以你才讓他坐 不是說你想坐你就要讓 你會不會在地鐵無咎 對著那個人說 你讓個位給我 這樣 不合理 你沒有需要的情況下 還有那個人是卻拒 所以就是 還有這個農場文說得很好 他說分享就是等於 失去心愛的事情 所以其實是有同理心的 沒錯 我在麥克風前 我就跟阿英舉例 就是如果我第二次有小朋友 有人這樣跟我兒子說 我就跟那個人說 那你陳柳寫我的名字 為什麼我兒子喜歡那個東西 又要跟你分享 你陳柳不跟我分享 一樣 大家是私下財產 對 那些就說 你怎麼會這樣 一定會說這些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怎麼會這樣 都是陳柳而已 分外物 為什麼不分享 其實本來這件事就是不合理 譬如你可以教他 你有多的 你可以分享給別人 譬如你有些衣服不穿的 你就捐了去 你有些錢 你可以捐了去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件事不是你 你知道那件事 可能有更加大的幫助 或者那件事是先事 但是你要我兒子 分享那個母公仔 你又不是要那個母公仔 貪口響 我這個也是最討厭的 我最討厭的是貪口響 其實你沒有東西跟小朋友說 你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跟他說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跟他聊天 這是牙痕的在說 但他又沒有想過後果 你又不給小朋友說 你又不讓他拒絕你 他已經有個預設了答案 一定要分享給我 你分享給我 不用了 謝謝你 然後不分享就好像情緒勒索 別人說你沒有禮貌 你不尊重長輩 自私吧 不一樣 有這麼大的事情 其實你要教會小朋友說不 沒錯 這個很重要 他不喜歡他不想 他會說不 但是長大了 有些可能對自己傷害 對自己不好的事情 可能他自己也不會拒絕 對 因為他覺得我每次說不 都是被人說的 他就會越來越弱 這部分 但是長大了 那你不喜歡 就直接跟別人說不喜歡 因為這篇文 其實我那天看的時候 我很少看這些 會整篇看完 因為其實這件事 都是一個很難去處理的事情 怎樣教小朋友去分享 我不是完全不教他分享 但你怎樣拿捏那個位置 其實真的很困難 譬如說 你知道小朋友去那些地方玩玩玩玩具 玩玩具反斗城 玩玩具 你知道有很多人一起玩 或者你在玩的時候 當然會有其他小朋友衝過來玩 又或者半生小朋友 然後你衝過去玩 那你怎樣教他 他在玩的時候 然後有人來 那你怎樣教他可以給別人玩 或者分一些給別人玩 你叫小朋友分一些給別人玩 其實也很困難 就算整枱蒸墨 他都要全部拿過來 他都要把手掃過來 有人拿一塊 然後在他的手拿回一塊過來 明明他都不用 那塊 他在砌其他的 然後隔壁的小朋友拿著一塊 他就馬上拿著手 搶回來 小朋友就一定有這些 怎樣去教他分享 我覺得是非常有困難的地方 有難度的 所以我那天就突然說 這個題目也挺好的 所以就把這篇文章 不如我們這集說一下這個內容 你女兒有沒有這些情況 有個情況 就是我試過 我們去公園玩 然後他就在玩那個Bubble槍 即是Bubble噴出來的自動槍 然後有個小朋友過來搶了他那個 噢 弄兩邊 可能小時候他不懂表達的 但他覺得那件事好玩 然後就過來搶了那個 但我女兒就不給他 然後兩個家長好像很尷尬 然後我問他 你能不能分享給小妹妹玩 然後他就說 我不分享 然後我不要跟小妹妹玩 然後我就說 好吧 你想分享你才分享 但他後來自己想了一會 然後他就給了那個玩具 給小朋友玩 他想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 為何有個覺悟 為什麼不在 要給他有時間去思考 他應不應該有分享這個動作 還有他願不願意 我覺得 然後有時候 我會跟他說 如果分享 大家一起開心 如果不分享 大家一起不開心 那你自己想想 你能不能分享 這樣他教他 還有有時候 我老公有時候 都是計較這些 有時候女兒不分享這些給他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不相信爸爸 他說 你這麼大的男人 你不要那麼小器 你和你老公過 他有時候可能 走了心 用了心去對待這件事 然後就是這樣 我會的 這些對著自己的女兒 好像玻璃心的 對 好像玻璃心了 這些就是剛剛這樣說 就是入了心 沒有辦法 可能那女兒 那女兒又沒有什麼攻擊性 沒有想過 然後你純粹 太care 那女兒 對 太care 好像被刀打了一下 會的 我有時候回想 自己小時候都會做過這些事情 可能跟表哥玩得很開心 就跟媽媽說 今晚要在表哥那裡睡 我不會回家 這些都是把自己的父母都放進去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那裡冷戰 然後那個女兒又寫回老爸 寫回老爸說 我不喜歡爸爸 我不喜歡爸爸 問我 要我分享 然後他們兩個在那裡冷戰 你們兩個不要這樣 他們冷戰了一陣子 如果還沒有和好 我都會叫他們 你們兩個握手做好朋友 不要這樣 兩父女不要這樣 會不會回氣氛 挺搞笑的 阿英你有沒有這些 我是很容易被我兒子氣 很容易走心 很容易 會的 我是 即是我很容易生氣她買一些東西 即是玻璃心 我也是 很玻璃 是這樣的 做不到我想她做的事情 我會有 有時候我女兒也是這樣 但就不包分享 教她一些東西 然後她就說 我不喜歡媽媽來這樣說 我不喜歡媽媽 然後她不停地說 不喜歡媽媽 那你不喜歡媽媽 我先不發聲 你喜歡我才跟我發聲 但會不會又是 即是 如果你的女兒經常都這樣說 她覺得這句話可行 可不可以這樣說 她覺得可行 但她都要讓她冷靜一下 一個時間給她思考 她不會覺得每次都是可行 因為我每次都會教她 這樣 我不會因為她說不喜歡媽媽 而我不教她 一些基本上 生活上的事情 或者禮貌上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在做法上 有時候也要這樣 可能你那一刻 你的情緒上來的時候 你都會說 即使你那一刻 你說的事情 你都未必能控制到 所以反而在那時候 不如大家也靜一靜 沒錯 冷靜了 讓情緒靜一靜 所有的事情都會不同 因為我之前看到有個網上的研究 如果人一有情緒 智商就會掉到八歲 大人也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給自己時間冷靜 不然就會很容易說錯話 做錯話 要停一停 就會好一點 這個都控制情緒 我最初都很不開心 其實很難的 對著自己的小朋友 我幻想到很難 因為她很多時候 她都不懂得控制 她小朋友更加不懂 不要說她 大人也很多 未必能控制到 有時候也會想到 嘩 我一直都瘋了一整天 不斷給一點點 爆一點點 有時候也可能會有這些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件 就是講到情緒 你分享那部分 我自己也覺得是有難度 譬如我跟其他小朋友玩 那一刻其實叫她分 你可以告訴她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其實她分不分 都是她決定的 這一部分我都覺得是她決定的 但有些媽媽不會 有些媽媽會覺得 在別人面前好像很沒禮貌 就會逼自己的小朋友 我的建議是千萬不需要理這些 她好像覺得她自己沒有面 我明白的 所以就不需要理這些 因為那個小朋友 怎樣都要給她時間 講一個時間 可能你教她分享 是由三歲到十歲才會 很正常 你教她下次就會分享嗎 我覺得真的很困難 哪怕她喜歡不喜歡也好 有時候 其實她有一個很好的 其實她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是好的 突然間有一個不懂的人衝過來 想在手上拿走東西的時候 她有一個防備 對 她會懂得拿走 因為我之前的兒子 小時候 其實她是沒有反應的 她真的有人拿走 她呆了 對 她可能呆了 不懂得反應 那你就有肚血了 那時候有很害怕 那時候有 後來她怎樣懂得 每個人都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反應快一點 可能力量大一點的時候 就不讓人拿走 或者快點搶走回來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 我自己 其實你去公園很多都是 例如你打千秋的時候 就會無緣有個很小的 可能衝過來想玩 怎樣都好 我通常 就算那個不懂也好 我也會跟她說 可能你要排一陣隊 因為她在用眼玩 通常如果對面的父母不發聲 我就會這樣說 你知道有時候 父母不發聲其實也好些 有些是父母也不在 因為她還在那裡 經常都有 即是公園和小孩插 都不是 大人在那裡 大人都不知道在那裡 走一二遍 不知道 小孩不知道被我走 那個是這樣的 這些是這樣的 你隨時抓了小孩走 她都未發現到 她隨時 都抓了小孩 可能真的要跟那個小孩說 但有些媽媽 有時會見到我女兒想玩 我女兒想玩 例如當千秋 她想玩 她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不讓她向前 然後那些媽媽 吃的時候 就鎖了她 鎖了她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玩夠了 然後就叫她那個小孩 抱走她 其實不應該這樣 對 對 因為這樣就讓你女兒覺得這樣就行 對 這些不是那些人肉操作機器 不是 不是人肉操作機器 就是那些什麼 人手 對 排在那裡頂著車的位置 踩在那裡 撞死她 對 這個我回想回自己小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會去公園玩 玩竹 我是很不喜歡一件事 就是我不喜歡別人的家長出聲 就是我覺得 你一出聲就沒有人 就是這些 小時候當然不是這麼正確的想 但是會覺得 大人過來就不好玩 就是這樣 之後就 我記得有一次 我忘記了 我也是小學來的 就是我不知道跟那個小孩玩 我大過那個 我那時候是小孩 但我再大過那個小孩跟他玩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是沒有欺負他的 但是總之我贏了他 不知道我忘記了什麼 之後他媽媽 不知道我在那裡說髒話還是什麼 小學的時候 之後他媽媽就走在那裡說髒話 為什麼要說髒話 什麼的 那我就直接 就 撈到家井裡 那時候就說髒話 你哪家小學的 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小學的 你哪家小學的 我幹嘛告訴你 就是我已經是厲害的 我已經是 整屆這樣 那我就覺得 就是給一個小朋友去 就是在一個 他們的社會 一個 只有小朋友的社會 他們自己玩一下 就是自己 你會被人搶了 我就下次自己搶了 就是要處理一下 就是 你被人欺負了 被人欺負了 那你怎麼處理呢 就是如果那個小朋友被人欺負 那你都要有些 就是我反而我會在 當然你說 就是被人搶 那我先想一下 如果被人搶鎚打 那當然不行 我都未必會衝過去 就是我會在一個 我可以看到的地方 就是打兩鎚 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就是當然同一個年紀 不是我這個年紀這樣 我這個年紀這樣 當然是衝過去 就是你說真的 互相小朋友 你當他打架也好 兩個弟弟打架也好 那你就是一個可見的距離 你看看他怎樣處理 我自己小時候 都會在球場跟別人打架 就是抱著打架 那現在很友善 你現在可能很友善 你要等他怎樣去處理問題 哪怕是對跟好 不好 他不會第一次 他可能第一次被人打 或者他第一次打人 不會很純熟 你可能說 不是應該這樣踢的 那腳 不是 踢到頭上 不要這樣鬆 那奸 你也要看看他怎樣做 你下次才會教他 所以我會喜歡觀察多 盡量都不會發聲 就算是對面的小朋友 衝過來搶他的東西 我都不會發聲 盡量都不會發聲 盡量都不會發聲 我看他怎樣應 或者看他做些什麼 如果可能我的小朋友 我兒子可能會 人家真的衝過來 他推開他 我可能要隔一隔他 可能對面那個小一點 盡量推到別人 肢體要接觸 頭撞在桌子的角度 那我就不太麻煩 可能這些我會推一下 然後跟那個小朋友說 可能你要彈一下 我便跟兒子說 玩多20秒 10秒 對 設定時間也不錯 即是有個時間 其實每一次對他都可以 或者你告訴我 10秒太短 20秒 你說多少 20秒 就數 打著千鈔 玩多20秒 他自動自我 其實他也會 其實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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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要教他 那件事是公家 還是自己會不會很複雜的 這件事 就是千鈔是公家的 或者你去玩這個 或者各樣的 他堆在那裡 那些公家 那他立了 那你又不要 那些公家 我又沒有特別 去跟他分公家 還是私有的東西 就是 那這個是 那些公家 哪怕 就算他自己家裡的玩具 有人想玩 那是不是不可以玩呢 就是我沒有去教他公家 以及不是公家 即是說 公園的設施 是大家一起用的 我沒有教這些老套的事情 是 什麼公園的設施 大家一起用的 是不是 之前都封了 大家一起用的 大家都沒有利用 可能遲些要打針才可以進公園 打針才可以打千鈔 有個馬 不是 在那個鍊子那裡 要打針才可以 解鎖 解鎖 有Coinette 是啊 所以我預備好 所以就沒有這樣教 免得解釋 免得解釋 只不過是 其實在小朋友 他都 即使剛才Charlie說 也是 其實他們未必說 我一定要 我自己玩的東西 其實都不一定 因為我很深印象 有一次我在Ikea 我兒子在玩的路軌 玩的路軌 然後有個 拼拼拼拼拼 小朋友喜歡的東西 然後有輛火車在上面走的 然後有個 我想小他一兩年 那時候當時是三歲 有個年輕的 走過來 想玩 拿他的路軌 我兒子就在手上 搶回路軌回來了 我看一看不出聲 看看那邊的弟弟有什麼反應 我怎樣的弟弟非常冷靜 他就在櫃桶裡 即是在玩桌子裡 他就拔開櫃桶出來 然後櫃桶裡面是超多怒鬼的 他知道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 被人搶 他很鎮定 被我哥哥拿回 然後他就拔開下面的櫃桶 然後那邊是很多的 然後我兒子看到的時候 他就看一看 我說一起玩有這個好處 你知不知道下面有老鬼 現在你知道了 我會跟他說 他那時候比較小 可能三四歲左右 一起玩有別的玩法 可能有些我們都想不到的玩法 盡量這樣教他一起玩 因為我覺得分享這個概念很虛無 很個人感官 我怎樣很具體地表達分享這個概念 但我純粹說一起玩 可能更加好玩 有些不同的玩法 可能我覺得他會比較容易去理解這個概念 譬如我們的老鬼 他可能砌到一個 我們都砌不到的砌法出來 可能會十八個圈 然後飛上天空 我們都砌不到 可能他砌到 這樣可能會具體一些 因為小朋友純粹覺得好玩一些 他可能會有興趣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會這樣去做 還有現在我的女兒在家裡 就不需要別人跟他一起分享 因為沒有人跟他爭 好像白兵一樣 你小時候也沒有人跟他爭 因為我有一些社交障礙 也不是社交障礙 你女兒很外出 我不是這些 很接的 我小時候接不接 我不是一個很活躍的人 好像之前去沙灘一樣 有個小朋友拿著鏟 我們沒有鏟 鏟沙的鏟 然後他又是拿了別人來 但其實我也沒有發聲 後來他自己玩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就把鏟給小朋友 但對方的貓也沒有發聲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怎麼說呢 剛才白兵說得對 有時候有些小朋友自己去探索一下 去做一下 會不會很擔心 不要拿別人的東西 我就覺得 有時候自己 我明白有時候自己的 人家在玩 我不知道是否有意思 小朋友在玩 然後衝過去 一手拿了別人的那個 你知道有些小朋友 是拿走之後 就拿回自己玩 拿在那裡一起玩 通常都沒有問題 就拿走了去自己玩 我明白有些家長可能 那一刻會覺得不好意思 就會跟小朋友說 不要搞別人的東西 我自己也會有的 有時候也會有 不好意思的一面 這個 我會叫他問人 我會叫他問人 我自己也會被拿走的東西 會不會一起玩 真的 他搶了別人的那個 那個小朋友沒有哭 其實沒有 然後他自己又找了 另一個玩具玩 可能他覺得 我被拿走了 我去拿另一個玩 他哭可能會接收到他媽媽那種緊張的情緒 他又覺得被人搶了這件事 是很慘的 然後他就要哭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哭的 給他們一點時間 給他們一點耐性 哪怕是一次兩次都好 沒有的 有些媽媽很緊張 看到這些社交東西 就會搶著幫小朋友解決 然後就鎖了他們 直接解決能力的那個能力 這樣 其實永世都不能站在他旁邊 幫他解決 要給他機會去 看看 這個也可以分享一下 有時候我都覺得 可能我有些性格遺傳了媽媽 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媽媽幾好東西 就是 在公園玩的那些 我還小一點的時候 他當然會跟我一起下去 他也不怎麼理我 也很少會理我 也很少會干預別人怎麼理我 但他有些時候會出手 有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給我學校的老師盒 我媽媽就會出手 有時候的憤怒 他擺明他不適合 所以我忘記了什麼事情 已經太久了 我只記得我擺明他不適合 然後他很明顯是能救我的 然後 我媽媽 就是他的老師就會帶我 就說 你信不信我 我見你家長 這樣 他會兇我 因為我知道我媽媽會幫我 我也知道我媽媽不會因為老師說我錯 就判定我錯 我媽媽也是一個很公正的人 所以就是 他一說見家長 我就好說見家長 然後就見家長 就見家長 想給你電話 我媽媽就慘了 就是這樣 當然這件事是我沒有不對 那個前提 就是這樣 就是小學的 即是無論是班主任 還是有訓導 還是副校 什麼鬼的 就是照產他的 但是我媽媽不是 以前我媽媽是 覺得是我不對 會的 他覺得老師是 對的 一定是權威 我記得有一次我中學 然後我是為了參加 學校的歌獎比賽 他要第一輪去試 然後我沒有去過 那個英文老師的那個 類似小策的東西 放了我之後 然後那個英文老師 就很賤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媽媽 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去唱歌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媽媽 說我去唱歌都不去 不來測驗 對 但其實那個測驗 可以去還是不去 忘記了 其實不是很重要 然後我媽媽就 哎呀你老師打電話給我 那些 然後我還沒回家 但是那時候在學校的時候 那個英文老師就跟我說 我打電話給你媽媽 他說 告訴他 知道為什麼你不去測驗 然後我在學校哭了 噢 然後一群朋友就安慰我 然後就說 媽媽 為什麼不幫我 現在被我遇到 你打電話給她 噢 所以大家做家長 然後呢 第二次那個小鬼 我都不喜歡你 看這些 他長大了之後 他就想回這些 我覺得你怎麼都站在他那邊 然後再跟他 除非你的兒子錯 或者你的女兒錯 你分得到 很多時候 譬如有很多讀者 我有時候都覺得他們很可憐 就是譬如 學校整天都逼他們打針 看我的那些不敢打 在學校那裡 可能學校會跟家長說 你快點叫你打針 那些家長也是會逼小朋友打針 當然小朋友當然不會好像 即使大過一些 好像中四五六 那些可能大過一些 那個談吐可以成熟一些也好 你都很難可以很完整地說服到父母 而且父母都不是一個 可以被人說服的狀態 你說服不了他 可能是蒙室那些 那些 我有一天覺得很可憐 就是這些位置 還有很多 這個也可以說 也是有些讀者跟我分享 因為我整天叫人集武 很多時候就是 別人打針 你當然是打針 不用想 至少你先防衛 然後很多時候 那些老師一定會說 你還手就是你不對 即是你們都不對 即是會說這些 那些家長 有很多都會這樣想 別人打你 你就不應該還手 你等他打你 你報警 那他就坐牢 那我就覺得很可憐 總之你還手就是不對 那我一聽到這些 我就覺得很可憐 我也是 是的 這些真是打針吐血 那我就覺得很 所以看開我們那些 就是告誡 不要那麼忘咎 是的 因為真的可以沒有後果 打完你的兒子 打你的兒子 沒有過沒有過 那次有個影片 在火車站 有個什麼 你不是分享了出來的 有個一對情侶 然後有兩個男人 在打交那個 那條女在中間 不要打 那條兒子好像被人打 那些 即是不太還手 是 他一個背後 打了一個縮落地下 那條女在旁邊 那條女在旁邊 就是這樣 簡單多多嘔血 但這件事很香港的 這件事很香港的 香港到爆 這件事 是的 就好像英國大老仔一樣 很香港的 是的 你美國那些不會這樣 是的 你看看美國那些 這個是我看過的影片 我沒有拍射的 你看看那些黑人媽媽 怎樣教兒子 你不打贏 不要回家 你跟我打輸 跟別人打打輸 對 這個就是 你要不被人欺負 就是保護自己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怎麼說呢 就是 你要教識個小朋友 哪怕是 你想想一層 可能是一些 那些比較差的 什麼都好 你要他懂的 你應該要他懂的 所以就是 正如剛才有說 你怎樣分享 那你也要 別人真的來搶他 其實他要懂得保護自己 不是教他 別人搶我 那你來分享 是 什麼事 不合理的 要打針 要打 要保護自己 要有一點點保護自己 還有要懂得說不 這個我覺得是 引生下來的原因 他要懂得說不 有時候我自己 譬如我懷孕了我兒子 也好 我自己可能想到一層 其實也是 他都要懂得說不 或者他不開心的時候 其實他要懂得表達 表達很重要 當然有時候他會覺得很煩 你有時候會覺得 有一點點哭 你會有這種感覺 有時候會覺得很煩 但是 所以他會覺得 他懂得表達他不開心 如果不然他就會瘋了 那我就會想回自己 其實自己就是這樣 那些媽媽最喜歡 叫別人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我經常覺得 他要哭 他要把情緒都放出來 才懂得說 這個其實是 想手一層 他要有的事情 不要抑制他 所以現在就有很多人抑鬱 沒錯 不用表達情緒 不用釋放 我也是 我小時候媽媽也是 他會慢慢的 一來他不會表達情緒 二來他不開心的時候 他不會跟你說 這個就更加大劑 那就更加分離 對 因為他有什麼問題 他都不會跟你說 對 原來可能跟你說 或者是怎樣的 你都是罵我 或者是不喜歡的 他就不會跟你說 小孩子有事不跟你說 就很麻煩 可以很麻煩 這個就是告誡自己的 我有個兒章很瘋 首先他做警察 但應該不關心 我不知道關不關你的職業事 你說來聽聽 我告訴你 關不關 我們去判斷 對 我有兩個表哥 都是那個家庭 大那個 好了 我也是聽我爸媽說的 小時候 那個哥哥哭 哭了 之後 我的兒章 就會 不准哭 笑 這樣 我就說 好想變態 人家不開心哭 笑 大一個關係就很差 對 一定 很差的關係 這些是報應的 抵你沒有兒子 這些真的是報應 沒有辦法 因為當你人大了的時候 你看很多身邊的人 其實就是這樣 我看自己也是 為什麼我很小時候 就不喜歡家 我跟家庭的關係都很疏離 可以這樣 有聽這個台的聽眾都知道 我可以不讓我去見 那是有些原因 你說是否有些小時候 給我兒童呢 陰影 我覺得這個是循環 但是有時候 人大了某個位置 我會跟自己說 其實媽媽和爸爸 其實他們都是出於外 不是 要告解自己不要這樣 你要原諒他們 你才會原諒到自己 有些行為上面 我沒有不原諒他 純粹不想見 那就是不原諒 原諒的話 你覺得應該沒事的 不是 這樣說話很壞 不過我媽媽我不聽 我沒有什麼原諒不原諒 也沒有什麼想見不想見 我舉個很極端的例子 你原諒警察 你現在看到他們 就不會深火性 這個很極端 那就是家人 這個純粹舉例 如果你原諒了 就什麼了 就是這樣 現在是自己媽媽 如果你原諒了他 就不會不想見 如果要 但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更嚴重呢 因為我覺得我 不去到這一部分 去不到哪一部分 去不到原諒他 就不會不想見 我又不是不想見 但不會特別想見 那是不是更加大禍呢 不會特別想見 所以我可能不想說 那關係是一般的 對 就是我是這樣 我沒有說原諒他 我小時候也沒有所謂 我以前很小時候 我經常駁嘴 然後我爸爸是會生氣到 拿一張椅子 想兜頭打我 是呀 這樣有視覺效果 是呀 扯下車子 但是後來我長大了 其實我跟爸爸的關係比較疏離 跟媽媽比較多心事 但長大了之後 其實這個可能也是他以前 小時候可能怕過或者怎樣 然後就原諒了那個行為 那有沒有跟他講心事 跟他講回 又沒有 但是就 沒有以前 就是沒有原諒 不是 他有時候會說話 會吐我 我會覺得 我不會再接她嘴 現在當然不接 現在 現在我都不會接我媽媽嘴 OK 但我又沒有以前那麼生氣 那不就更壞 就跟我一樣 你沒有感覺 不是那種感覺 覺得他們很可憐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經歷什麼 然後就 搞到自己有這個固執的年頭 明白明白 覺得這個才對 想起 很瘋 如果覺得他們很可憐 他們可能做了一些錯的 或者什麼 就像鄭家榮那樣 那樣 很可憐 那樣 很可憐 這件事 很可憐 他無緣無故說話得罪了你 你真的很可憐 你不知道得罪了我 如果有一代的父母 他們有些觀念是錯的 是會的 比以前的社會 比較老套 但你要明白他們有這個觀念 嗯 這樣 嗯 也是的 但因為我會和父母說心事 我從來不會 即是覺得他們不會理解到你 是 所以這個是 當我去 因為我老婆經常跟我說 你都不想她有什麼事不跟你說 或者她不懂表達自己不開心 這些事情 我就是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 我從來不會和父母說任何 但我經常覺得 如果這件事你自己不解決 很可能這件事都會發生 又會重複在我兒子裡 因為你的模式是要copy的 嗯 譬如有時候 好像說防疫 我父母是很緊張的 有些防疫 他們經常覺得 香港很嚴重 很害怕 外出也要戴口罩 戴好口罩 然後 後來 我會不理他們 這個 固執的觀念 我會不斷發聲 快要解放 那些 打針 我會不理他們 不斷發聲 發聲給他們看 那你不是不理他們 也會發聲給他們 對 讓他們有明的一天 發放這些不同的資訊 不要只看死一個台 這個吐血 我爸媽的防疫立場 真的跟阿楊一樣 很好 所以我不是很懂處理 一些相對有血緣 或者有親屬關係的人 但是立場不同 我已經很難去處理 因為本身 黃絲 我家裏有很多黃絲 除了藍絲 就是警察 還有他太太 他們是藍絲 所以整個 所謂大的家庭 他們是藍絲 所以有一次 我忘記了他們 他們在這裏 我聊天是聊得太開心 又說人家是狗 又是藍絲 又是藍絲 那我忘記了他們在這裏 對呀 醒不起來 你是警察 這樣醒不起來 他們說錯話 那他沒有聲音 他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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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聲音 他沒有聲音 他就是藍絲 他也沒有打過我 而且又本身 我跟這個家庭的關係很好的 因為小時候 我住過很一排 宜媽 她對我都很好的 所以就 其實就是藍絲 黃絲 其實我不太管 總之我只是知道她是藍絲 我不過意得罪他們 那這都是小事 近年是在房譽 幸好是2020年的新年 都見到面 但對藍絲就不敢吃東西 都脫了口罩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總之怕做什麼 食物就不用遇到我了 不過我就會來 然後到2021年 或是2022年的新年 就真的沒有見到 應該是今年新年就沒有見到 因為他們太害怕了 對 不知道一抽人都怕 又說那時限聚 又怕跨家庭限聚 很煩 又說 怕什麼 你怕人家砸灰嗎 我們的親戚關係是不會砸灰的 肯定不會砸灰的 怕什麼 別瘋了 而且都是一年經一次吃東西 你覺得在你的地方危險 你就來我的辦公室 辦公室找大 你可以上來吃東西 最終都是取消了 然後那幾段時間 其實已經在無緣無故說不說打針 那我當然是說不要砸灰 而且有些表兄弟節目的身體又不是特別好 我也是說不要砸灰的 然後就討論過一段時間 大量討論 我記得有一個表哥在說話 他在說如果病了就記得喝什麼檸檬混水混蜜糖 還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喝 可以幫助你快點康復 如果你病了就會病情好一點 我說喝水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要砸灰的 你發個訊息來叫人喝檸檬水加蜜糖 那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有多廢 你才跟別人說 檸檬是可以幫到的病情 你明白嗎 跟叫人吃必利痛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那件事根本是輕到糟糕 你純粹不想病症那麼辛苦 所以才吃必利痛而已 可能他覺得這個方法比較特別 所以他就要分享這個特別的方法 然後我就很憐憐 其實喝多點水就可以了 又討論了一段時間 其實不是那個第一個表哥說的 然後是其他人回覆的 搞了很久 第一個表哥就吵架我了 他終於說 其實我也是叫人什麼 你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說 我說你不是害怕的話 你會分享一個人喝檸檬水的帖子嗎 是因為你覺得很恐怖 所以你才分享而已 你以前流感 傷風感冒 你會不會分享的人喝檸檬水啊 就是這樣 所以就已經解僱了 然後去到近段時間 只是表兄弟姊妹 因為本身有個群組 再有另一個群組 然後就說不如約吃飯吧 好呀 吃吧 其實裏面也有幾個有吵過這些東西 然後呢 又來了 本身可能要去某個星期六 然後那個星期六之前的星期一就說 我做過這個密切接觸者 那星期六要取消了 所以我說是你中誰中的 就是他爸爸中 不是他中 又不是一起住的 但是他是密切接觸者 那是你要隔離啊 就是政府要你隔離啊 還是你自己覺得你是密切接觸者 所以要隔離 所以星期六不來啊 因為我跟他說 其實如果你沒有病徵 就是你再過多兩天 你有病徵就取消了 那你什麼都沒有 你為什麼不能取消呢 然後他就說 是政府要隔離 就是你自己申報稅啦 因為我本身已經很鄙視的了 很狡猾啊 你怎麼沒有病徵的 然後呢 都算了 你那麼喜歡做良好公民 黃絲也很喜歡做良好公民的 我混蛋 在這個節目裡說這些 其實我也是黃絲來的 有沒有那麼喜歡守法啊 但不要緊啦 之後呢 他就說 即使不是政府要我去隔離也好 我都不建議繼續去的星期六 因為有小朋友在那裡 那我就立刻回覆了 小朋友在這麼多年齡層來說 死亡率是最低的 他們是最安全的 而且復原得最快 是的 然後就 不過之後呢 還有我再打多一個出來 就是之前說 日本有研究 如果太長時間戴口罩對小朋友的影響 就是看不見人的表情 說出問題 腦缺癢那些 我分享出去 我確保全部人都看了 就是我寄了個訊息 就算了 還是沒事了 這樣吧 這樣吧 講了這個呢 上個禮拜中秋節呢 然後就話說 左有後續啊 是 我發夢 然後呢 我老公呢 發夢見到我老公 然後呢 他就想呢 他就不想打針 所以他就想兩條線 然後呢 就拿了別人的兩條線 去做申報了 誰知道好死不死 他中秋節那天 他去完吃飯 然後再BBQ 然後呢 後來病了 真的病了 真的中了 然後呢 我老爺奶奶就很擔心了 然後就要她在家裡 不要 我女兒都不要回去 即是要睡露台 好像陳豪那樣 不是 叫我女兒回去老爺奶奶那裡住 然後呢 然後呢 為什麼不是叫我兒子回來住 哈哈哈哈 不是 你不要回來啊 他們說之前中原很辛苦 不想再撞 然後就叫我兒子不要回來 中原有抗體 不會再撞 不過不要緊要 你繼續 然後呢 我老公沒回來啦 整個星期 他還要報了上去 有人就上來戴手帶 然後呢 之後呢 他就在家裡 沒有出過街 然後呢 那個星期呢 我女兒就回到老爺奶奶奶住了 然後呢 沒有多久呢 星期四那晚 即是隔了幾天之後 我女兒又發燒 都病了 是的 燒到41度 但是呢 我老爺奶奶 是天天幫她撈的 其實我不想她撈的 但是他們很害怕 然後就說 如果你的女兒中了的話 就帶我女兒 即是我帶我女兒 回去自己家 對啦 你下次你有這些東西 你立即IG DM我 我很多 鳥鼻的有自然物質 我沒有 我有找 我差點照片給她們 不過她們應該 你給我吃了一塊西去 我給你鳥我女兒 恐懼應該大過這些 然後呢 就幫我女兒鳥 然後呢 但我女兒是沒有女條線的 其實 其實沒什麼意思 不過其實如果去做檢測 她都應該是中了 其實沒什麼意思 對 沒什麼意思 之後呢 那天她說 放學回來 就說我女兒發燒 然後晚上就跟她去看醫生 我說也好 拿好一些發燒藥 就跟她去看醫生 然後看完醫生 拿完藥回來 然後就說 如果中了就好了 中了就不用打針了 然後我就很大聲很確定 然後她們就沒有聲音出 整個程度很安靜地走回來 之後那幾天 我女兒很快就沒事了 其實兩天她已經沒事了 星期六已經跟我們回家了 她一回家 好像簡直她之前那幾天 發燒那些辛苦的事情完全沒有 可能我經常覺得 我老爺奶奶太害怕了 然後把這個恐懼傳染了 恐懼是會傳染的 但是病症其實很快就好 其實很奇怪 首先她的兒子中了 當然不會叫她的兒子回家 孫女都中了 就不踢走她 就繼續照顧她 不是啊 就叫她摺回來 是呀她叫我摺回來 如果她摺到兩條線的話 就叫我摺回來 就叫她摺回來 是呀 她說到這樣的 但我不知道她實際 會不會覺得我的女兒很慘 然後又抱著一塊 我奶奶是很緊張的 她有一點辛苦 就抱著她 好像快要死 然後我比較理性 她說要不要這樣 就是她病 你摺著她的肩膀 你整天都沒有病過 我有摺過她的肩膀 不是啊 你知道現在她的兒子病了 那樣子嗎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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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兒子病 完全沒有理會她 沒有啊 沒有啊 只有她的兒子 然後還帶回她 當然是有關的 沒有關的 也有關的 不過沒有我女兒那麼緊張 那樣子 多悲慘啊 你做小孩子 然後她還要串我 那天我回答她 你不要那麼怕 其實很小事 她說我只不過負回我的責任 就在她串我 我沒有負回自己的責任 傻了你 傻了我 然後又隨便跟你的計較 她很可憐 對嗎 好奇怪 我覺得她很可憐 害怕到這樣 你老公會不會看的 不會的 她沒那麼空 笑到腰都痛 她聽完上集之後 她的集集都聽 不會 她沒那麼無聊 如果她真的有看 她會看到你怎麼笑我媽 因為我經常在她面前笑她媽 她都說沒所謂 你說起這件事 我就說了 我說我老婆的姐姐 她的家之前就中了 又是我老婆的姐夫 她的姐夫就先中了 她一天快就送了女兒給我外父外母 送了她去那裡住 然後第二天又接我女兒回去 怕被人知道 因為報了上去 又搬走了 怕我密切表姐 又搞了我外父外母 她送女兒過去的時候 我已經跟我老婆說了 我老婆也是同樣的 現在這個年代的父母病了 是把子女送給人嗎 是啊 這麼瘋的嗎 這麼瘋的嗎 本末倒置簡直 對 現在這個年代的父母說 我有事中了嗎 快點玩來接走我的孩子 什麼事啊 這是什麼什麼的心態 世紀絕症 第一件事 你再理性也要想 你驗到病發的時候 我立刻就反鎖了自己 在家裡的房間裡 要散佈都散佈了 住在同一個家裡 要重重了 如果你有病徵 知道自己病了 就傳染給全家 對 前附期還沒發出來 都已經傳染了 如果是這樣的 傳染就傳染了 發不發出來 你現在反鎖到房門就沒用了 當然我明白 如果突然間有這麼大的道理 可以24小時me time 我都會反鎖自己 回到房間裡 非常好 最終什麼都不用理 拿正鞋子都不用理 一個月起碼會生病幾天 對 除非是這個理由 其他人都不明白 接著就送女兒出去 先當她已經有 她一定受了感染 住在一起 接著就把她送給外父 放在房間裡 把命傳給她 接著就是 小孩無緣無故周居勞動這麼遠 沒有病就有病 又睡得不好 可能身心不好 睡不慣 對 第二天就是害怕 密切接了自己 然後又馬上去接回 送她之前沒有想清楚 所以那一刻又跟我老婆去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一個什麼年代現在的父母病了 我們一定不會 第一時間 你的思維是不應該會這樣想的 第一時間自己病了 你小時候 你爸媽給了又怎樣 不是他還沒 摘幾句 又要煮飯給你 對 就是煮少兩日飯吃外賣 對 就是這樣 我不舒服一起吃粥 對 就是這樣 頂龍這樣 她也不會怕兜粥傳染給你 對 你不吃粥 你自己想媽媽自己吃 睡覺 我想起我爸媽也沒試過跟我說這種話 不會的 就是說我不舒服 你自己煮臉 都不會說這種話 這個什麼 就是剛才你聽一聽 原來我真的有 好啦 我不夠 或者那個外父外母 你立刻接女兒 這個人不合理 二文 立刻二文 二文 過來英國 真的 我真的都要 以後沒有回去了 所以這個都是 就是 首先我們撇除了 你想回一層 你做一個父母的時候 有什麼責任 做父母的暫日 今天你病到你死了 你要照顧小孩 不是出去扔給別人 怎樣都不會做這件事 你不要說 怕她是密切接觸者 要隔離 這些是廢話 我覺得 這些真的是廢話 根本就不合理 作為一個父母 這個行為不合理 好像這件事 好像給了一些藉口 給一些媽媽 不想照顧小孩 或者她是 給社會某些事 令到她根本 你有沒有想過 作為一個父母 應付一個什麼責任 你不是這樣對好嗎 對她的孩子 那個孩子怎麼想 無緣無故 我又扔了她去那邊 然後媽媽說 你幹什麼 我自己感覺是非常不可以的 所以你剛才說 關於防疫 那些 家人 那些 這個年代新的事情 新的事情要面對 這個世代 但是你自己想想怎樣 對她好 對她一輩子的事情 有陰影 沒有啦 扔了給別人 我有事 你先走 你去別的地方 我告訴你 我聽的時候 哇 現在這樣的嗎 大蠟臨頭過自非 現在流行 馬上送走 我已經想不明白 多誇張 她當自己還以為易波乃 就是這樣 今集來這裡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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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些讀者 反正都喜歡DM開Charlie 譬如有些關於夫妻 或者玉兒的事情 有些事情想分享 或者有些想發誓 想慎 我們開放這個 你喜歡的可以封煙 不想封煙的 你打篇文 投稿 我們升演 都可以的 還有有人問 是否查理為什麼不戴結婚戒指 是呀 我看到前幾集有留言 為什麼不戴結婚戒指 六節目就不戴了 不是呀 我一向都沒有戴 我自從結婚的時候 去拆交換戒指之後 就很少戴 出來就馬上脫掉了 是 一定會撐住 除非我覺得有兩件事你要戴 第一你是很有儀式感 很有儀式感 我有朋友是結婚一定要戴的 第二就是你想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已婚人士 即是你兩件事都不戴 或者背後有溝女士 即是有些會這樣 即是有些女士覺得已婚人士吸引一點 這樣 我自己不戴就是 等我都戴先 因為我的戒指已經在我心目中 很多字都是這樣 人們很主觀用自己的尺度 不是 他問而已 那個留言好像是問而已 其實大不大都是 他不是這樣想問什麼鬼 是不是很壞 不是 他是怎樣的 他是不是說是去討論的 他問可不可以討論一下 他不是挑戰他 不是挑戰他 他只是問問題而已 他很語氣一點 只要對個問題問 問問題而已 好了好了 應該也不戴的 是啊 我又戴過一陣子 自從生了小朋友之後 經常要洗衣服 因為抱小朋友就會戴著 習慣了沒有戴開之後就沒有戴 我結婚的時候有戴的 結婚那陣子是有戴的 那陣子 然後有小朋友 其實已經有幾年了 結婚了幾年才有小朋友 然後臭小朋友就沒有戴 我老公也不戴 不戴什麼 不戴價錢 不戴什麼 不戴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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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